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而又深刻的故事 在故事开始之前,想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刘玲玲,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在传说中的108课纲,探究与实作课程 一开始我就在想,只是一个报告而已,我何必那么认真 但就在我实际去探索无形文化资产,还有拜访传统记忆的老师傅之后 这个想法彻底被淘汰 因为我所听到的城市故事,还有心里的那份感动 给了我很多启发,同时也带给我很大的改变 我却拜访了许多传统记忆的老师傅 首先是罗点,是传统家具上的贝壳镶嵌艺术 它曾经风靡全亚洲 许多人的家中都可以看到罗点的装饰 但问题就来了 我们现在好像很少可以在家里看见罗点的痕迹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变多了 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款式以及花样可以做选择 那么罗点这一项耗时又费力的自然会被淘汰 曾经辉煌的一种文化艺术 到了现在,全台仅存的罗点师傅却不到五个 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抽了一下 即使他们孤身坚持很单薄 但因为他们喜欢,所以他们能够毫不退缩地往前 守护着这项传统文化 接着是木雕 相信很多人都对它不陌生 但其实现在因为市场需求的缩减 导致木雕师傅的人数越来越少 这项传统记忆也正在逐渐失传 可能再过了一个世纪 木雕这项文化 还有它每一个作品中隐含的文化内涵 就会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那我也去观摩了 竹签北馆艺术团的练习现场 北馆戏曲有着百年的历史 其实就因为政权的转变而有不同的发展 当天我去拜访的时候 我遇到了三位跟我一样大的学生 他们正在练习吹唆呐 于是我便很好奇地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习北馆 应该很难吧 他们告诉我 我就喜欢听北馆啊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时候都听北馆耶 男是一定会的啦 但是因为喜欢啊 所以坚持下去就对了 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 原来年轻学子的热情与努力不懈 可以为传统文化带来这么多的生机与力量 接着我来到了玻璃烧制的工厂 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玻璃工艺品美丽的一面 但其实它的背后还有一连串环保再生 以及高温断烧的过程 我曾经走入断烧的部门 而那种感觉就只能用 我是站在火山口来形容 带领我的每一位师傅 手上都有着数不清的疤痕 那是被烫伤的 但即便如此 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还是继续带着这些疤痕 烧制美丽的玻璃工艺品 这就是他们的坚持 拜访了这么多位师傅 其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并不是这个记忆本身有多精湛 或者是说传统文化正在面临的各种危机 而是这些记忆的传承本身靠的是兴趣在支撑 这些传统记忆的老师傅 拥有记忆是一回事 但是他们愿意待在传统产业如此之久 靠的是兴趣 他们都对我说同样一句话 做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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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说的其实是 不用去想这个东西会不会赚钱 够不够知名 或者是会不会没落 因为他们喜欢 所以不管老一辈的或者是年轻学子 都因为兴趣而汇集在一起 因为兴趣所以能坚持如此之久 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者 我是一个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人物 从小学习游画游泳 或者是乌克利利等各项才艺 但是没有一项是能够做好且做满的 我总是做到一半 还没有完全经熟就放弃 到了国高中也是一样 我做了许多事情 但没有一件是可以认真的把它做完的 而这些我去拜访的老师傅 他们远比我孤单 处境也比我艰困许多 而我一个待在舒适圈的人 拥有良好的环境 却没有跟他们一样的毅力 所以其实在我拜访完这些 传统记忆的老师傅之后 因为这个冲击 我开始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想到这些记忆传承人 他们的坚持不懈 他们可以因为兴趣坚持十几年 我相信我也可以去好好的认真的 做完我所喜爱的事物 小人物的故事 或许不比我们平常 在social media上看到的大人物 来得惊奇 却比所有的事迹都来得更为真实 与感动 这些故事与我的经历 其实都只是故乡里 小小的人事物与行动 英国首相 像秋吉尔曾经说 Success is not final Valu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记忆中的记忆 让我过往的失败有了勇气 继续向前迈进 我相信也许是过程中的艰困与疲惫 让我们曾经想要放弃 但想想在社会上 那些处境远比我们更艰困的人们 他们都可以因为兴趣坚持十几年 我相信我自己 也相信听到这些故事的你们 一定都可以好好的认真的 去完成那些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我是刘玲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